歡迎收聽焦土克 Just Talk 哈囉我是 伯伯沒有代表佩佩 我差點講錯 你常常想當ABC 他是假ABC 尤其是我前兩天啊 我就想說哇塞 那我去那個 LA回來之後 我就要趕快跟你調換 我要當一下ABC代表 自以為去玩過之後就可以 帶大家介紹 好啦我是ABC代表 Shannon 哈囉 Shannon 你最近有在幹嘛嗎 最近就是在台灣 我還會在這邊一個月 然後就除了在這裡 在中逛以外 就是有在打工 有出去玩 喔我這周末會出去玩 是喔 你有去逛街嗎 有啊 你都到哪邊逛街比較多 嗯這時候我就可以裝假噴噴噴 因為我覺得我對台北還蠻熟的 所以我會去我最喜歡去東區逛街 但我也會去新一區 然後我最台的地方 我會去五分埔 哈哈哈 台不要講台啦 五分埔就是 可是只有台灣人會去 喔 我以為你是說那邊的人台 哈哈哈 也是 對我開玩笑開玩笑 欸你怎麼講 我其實就是我去過五分埔 然後因為我不會講台灣話 嗯 然後那個人就要賣我很貴 可是我表姐會說台灣話 所以就跟她傻架 嗯然後她就看我一眼說 你哪裡人啊 馬來西亞嗎 哈哈 我就覺得我長得像嗎 很想氣 我也不會真的生氣 只是我覺得 為什麼你會覺得我是馬來西亞人 就我不覺得我長得像啊 馬來西亞人 沒有可能他們的認知覺得 呃膚色比較陽光的就是 就一定是 嗯馬來西亞什麼之類的 嗯 東南亞 對啊很好笑 很快 那你在這些逛街的地方 嗯 你會看到很多不一樣的打扮的女生 對我覺得 因為這跟美國會有什麼不一樣的差別嗎 嗯 很難說 因為我住的美國那邊有很多不一樣種種族 然後每個種族化妝都不一樣 但我覺得亞洲人化妝 嗯 算是種族裡面算蠻 你們畫的蠻重的 哦真的嗎 可是你們喜歡畫的 假自然 哦就是裸妝的概念 對 你們就畫了七八成 我會畫就眼睛畫很深 或是那種很多很酷的顏色 嗯 可是像我 我很少擦粉底 哦 可是台灣女生會把她臉擦得很白 然後你就看她脖子黑黑的 臉白白的 就會很奇怪 嗯 化妝技巧不好 對啊不是每一個 可是很多 就是然後會故意把臉畫的超白的 嗯 裸妝 對 好像台灣女生比較 尤其是亞洲啦 應該說亞洲女生都比較偏愛畫裸妝欸 嗯 好像就是我天生自然就是會 可是還是可以看出來你們在化妝啊 欸 難說喔 我跟你講男生都分不出來 真的嗎 真的 之前我有某某男朋友就有跟我講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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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點妝 我說有啊 因為我平常跟你一樣 對 我就是不太愛畫 就是畫 一點點這樣 重點而已 嗯 然後沒有畫一些底什麼的 然後他說你 你這樣都沒有化妝啊 而且你化妝就是 嗯 不OK什麼之類 我就很挫折 然後他就說 欸 那個誰誰誰啊 為什麼他沒有化妝皮膚那麼好 然後我就覺得 嗯 他畫很多 對啊 男生會看不出來 就是他可能畫七層 就從 打底開始 然後再一層一層的黑眼圈 然後遮瑕啊 什麼 對 呃 最後還要定妝蜜粉 可能就畫了七層 可是 其實很自然 男生看不出來 但男生對於這種都會看不出來 但是很厲害耶 就是還可以 對啊 那這女生很厲害 對 因為像對我來說 嗯 我化妝就是為了好玩 因為我讀服裝設計 呃 我也不是讀服裝設計啦 但我讀服裝 然後我就很喜歡 化妝 就可能我會故意把妝跟我穿的衣服搭配 嗯 那偶爾是 就是喔 像昨天喝多了 喔好 眼睛化深一點 像今天我眼睛化比較深 是因為昨天太晚睡 然後眼睛就完全腫腫的 所以要把它蓋住 可以有時候 我就是覺得化妝不要超過 如果是每一天的啦 如果剛好那天晚上有什麼大約會 或是 呃 party 或什麼 你可以化多一點 可是我平常化妝頂多20分鐘 15到20分鐘 我也是15分鐘就出門的人 對 20分鐘是如果說我想要特別畫一個好玩的 嗯 可是15分鐘我覺得就眼睛很多了 我有認識一個 呃 我高中的時候有一個朋友 就是好朋友 他超勤勞 他每天會起來 洗頭 然後呢 吹 然後把他吹完整之後 再化妝 再來學校 對這樣一個小時 後來我認識一個韓國朋友 就是他跟我說 在台灣這樣已經就是很好了 像韓國那邊的話 就是他跟我講說 連下去seven 沒有化妝都覺得丟臉 欸我知道我知道 台灣女生很愛 亞洲女生很愛戴那個放大陰性眼鏡 嗯 然後現在男生也戴 我看過好多台灣男生在戴那種 就是 OK我會偶爾玩一玩陰性眼鏡 就玩顏色的 但我覺得放大了 有一點恐怖 就有時候我看我朋友戴 我覺得 喔他這樣子還蠻好看的 還蠻可愛的 可是大部分的時間我都覺得 嗯 好假 喔 我不喜歡 我覺得還有跟就是他放多大多小 對 還有跟你的眼型有關 有一些很恐怖 就是你的眼睛有沒有 像你知道我有戴嗎 沒有也看不出來 喔我今天好像沒戴 我上個禮拜有戴 對你有時候有戴 你的還OK 你的不會恐怖 因為我的 我不知道欸 我戴好像人家都看不出來 嗯嗯 對都可以蒙騙過去 可是有一些人真的 就是有沒有我覺得 你還是不要戴 戴沒有加分 因為有些會戴就是特大 或是上面有星星啊什麼的 嗯 就會覺得眼睛反而會變得無神 對 欸你剛剛說就是化妝 很多男生看不出來 我就想到上禮拜我化藍色的眼睛 嗯 然後我們中廣就有一個 在這邊的人 就是男生 然後完全根本沒有看到 然後你一進來你就說 欸你今天好藍 啊哈什麼什麼意思 對不對 對就就他已經是就是 就是有小孩子的男生 可是他就完全跟我講話 講了大概半個小時都沒有看到 哈哈 可是那是化的很誇張 是完全全部是藍色的 跟你化就是很自然 差別很大 對不對 你還記得嗎 我記得我記得 哈哈哈哈 這真的好像 男生真的會 尤其是還有一些頭髮 有在修剪的時候 男生說欸你今天看我哪裡有變 男生根本就會看不出來 對對對就還蠻好玩的 可是我爸爸有一次就是 我媽媽常常會剪頭髮 那我爸爸沒看到 沒有跟他說好看 我媽媽就心裡面不不高興 可是所以有一次我爸爸 就男生 那你爸爸也蠻累的 對男生要刮鬍子嘛 然後我爸爸就故意 一直刮一半的臉的鬍子 另外一半故意不刮 然後就一直在我媽媽的面前 晃來晃去晃來晃去 我爸爸都沒有看出來 他只有刮一半的臉 然後他就說你看女生也是啊 這樣子 你爸爸 好啦他們的情趣很可愛 對啊對啊這樣很可愛 感情才會很好 對 好可愛家庭喔 那在LA那邊 女生出門也會化妝嗎 喔有有一些女生會化得很誇張 OMG 但是大部分出門的時候會化嗎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上學的時候不會 可是只要出去玩一定會 我有一些朋友就是 很誇張 就是他們 就是我們從來沒看過他們不化妝 然後他們化的是就好像要去夜店 可是大部分 我的朋友裡面 我們都去學校就隨便化一化 頂多化個眉毛 化個口紅這樣子 通常我常常去學校都不化妝 以前啦 現在在台灣 因為大家都化 然後我很喜歡化妝 我覺得就是每天可以打扮 15分鐘是個很開心的時間 所以我會化妝 更喜歡自己一點 對 就是更了解自己 假如說我只是去我朋友家 我可能就不化妝了 就會比較隨性這樣 對 嗯 我覺得化妝 我目前遇過的朋友裡面 還是韓國最那個 因為他 像我朋友就有說他 每天至少會提早 三四個小時起床 如果他今天要出去的話 就是 而且是去一個場合的話 他要三四個小時起床 而且他會打電話 預約化妝老師 然後他會先起來洗頭髮 然後吹好之後再去 嗯 他們有很多那種 嗯 化妝的地方 我是 對 比較不知道叫什麼 但就會有老師專門幫你化妝 喔 太辛苦了 然後他就會幫你化 一兩個小時 真的專門幫你化妝 然後你才可以出門 我就覺得天哪 然後你知道嗎 有時候就是 有一些人他們可能 真的需要化妝 嗯 就是他們可能皮膚真的很不好 然後他們會 就是覺得不舒服 如果人家看到 那 可是問題是說 這些人有時候會化太多 嗯 太濃 我覺得就是 我體驗就是你皮膚不好 OK 因為是自然 嗯 可是你太不自然的話 有一點點就是 痾 這樣子 嗯 就是 把他化的 對因為我還是可以看出來 你有痘痘 只是你上面塗了一個很厚的一層 就是應該還是要自然一點 對 嗯 這個還跟膚質有關 這種的 膚質的話就是 特別化妝之前要先敷臉 對對 你要化好或是不要化 因為那個 妝會才會更服貼 因為你的皮膚 出問題的話 你要特別先敷過臉 然後那個 妝才會服貼 比較看起來 比較不會那麼 而且像我會覺得說 喔 因為我其實也運氣很好 我痘痘長得很少 但如果我長個痘痘 我就會說 啊那今天我完全不要化妝 因為表示我皮膚需要呼吸 喔對 這個其實很重要 這樣它才不會越來越糟糕 對啊 嗯 對 可是 我覺得如果你要化妝 就要把它化得好看 嗯 或是你在浪費錢浪費時間 沒錯 而且 像高中生 台灣高中生的女生很愛撿妹妹頭 嗯 對 那其實 很多妹妹頭 那他們 青少年特別容易長 痘痘 青春痘 尤其是在額頭的部分 那妹妹頭的 這樣子蓋住的話 他們痘痘就會沒有辦法呼吸 會越來越嚴重 所以記得 然後頭髮不乾淨 因為會有汗 沒錯 會有那種 因為其實頭髮是超級不乾淨 對啊 回家一定要把頭髮夾起來 讓那個額頭呼吸一下 對 然後常常戴假睫毛也是一個不好的習慣 嗯 我覺得就是 然後我個人覺得說 如果你天天戴假睫毛 那真的一個很大的 就像你婚禮啊 或什麼 那你要戴什麼 哈哈哈 你覺得會沒有差別 對啊 人家就覺得喔 你沒有 所以我覺得你如果 可能要戴羽毛 對你要分 你要分類 就今天要普通好看 然後這一天要特別好看 你才有東西可以用 就是有不一樣 對啊 所以就是整個打扮化妝都是一門學問喔 對啊 真的 東西大不同 然後重點是你們要卸妝 卸妝的要卸乾淨 沒有錯 我覺得美國的問題是很多人不卸妝 真的喔 好的 就是我預計我去看完之後再來好好跟大家報告說 我在路上看到了些什麼 觀察到些什麼 嗯 我好期待 然後我學習化妝 我覺得 正在那個YouTube上面有很多東西可以看 真的大家都可以 上YouTube看那些美妝部落客啊 分享什麼不一樣的化妝技巧 對不需要去找化妝老師浪費錢 哈哈哈 這國情不同啦 國情不同 韓國很重視這一塊真的 然後我覺得最好玩就是 我喜歡就是追那種限量版的化妝品 喔 對我們下次可以聊 好啊我們可以來分享一下Sharon 就是追到了什麼不一樣的化妝品 對 然後再跟大家說 那今天就先到這邊啦 OK 謝謝大家收聽 謝謝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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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這樣我會先回答 我們會先回答 我們會先回答